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為您介紹 大鼓十六分音符 雙擊的 練習 那雙擊 當然就是連續兩個點 那通常 我們會 利用 嗨嗨的配合 右手打八分音符 以十六分音符來講的話 就是打一三點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那我們的腳的話就輪流 我們先打一二點 好 以十類推可以再打二三點 再來打 三四點 雙擊 再來打四一 好那我先示範一二點 先打慢的 那腳的話 我們先做基本的 腳結 抖動 有點像抖腳的感覺 抖動 有點用抖腳的那個感覺 連續點兩點 好 至於雙擊的 大鼓的 技巧呢有很多種 那我在後面再為各位大家介紹 我們先練習就是 用腳尖抖動 腳踝一定要放鬆 好 一二點 聽看看 三四 一二 三四 一二 四 一二 四 一二 一二 好我們練習二三點 一二三 一三 一二三 再慢一点的话 那再来是三四点 先慢一点 一二四点 那快点 一二四点 第二四五 第二四五 二四五 第三四 第三四 那再來就是 三四關 就是四一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四點 二四七 二三四 二三四 二四四 二四四 那所以其實就是第四點 跟下一拍的第一點的一個雙擊 好 試看 好,那我們可以加入小鼓 那我試看看三四點 好,都打在一三拍的三四點 一四點的話 通常有一種就是我們所謂的 Smba King Smba的Fusion 好,那個角我會用 好,我們到下次會再為各位介紹 那這樣你的雙擊大鼓就有很多的變化 好,我先試一次 這支呢,我們可以 就是試個點 過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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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